待會訪談我們會花30分鐘的時間 大約會是在10點鐘結束 還沒有完 可以嗎 可以 好的那我們進行訪談囉 請問一下您加入B&I之後 想要達成什麼樣的業績目標呢 目前來講現在是一年是大概 做到業績大概100多萬 我希望加入B&I之後得到兩倍的獲利 兩倍就是兩百萬的獲利 好的 那請問您服務的顧客當中您最好 而且最喜歡的顧客是誰 為什麼 我最好跟最喜歡的客戶 應該來講是屬於 比較有名一點的話大概是想三陽的董事長 對那三陽的董事長 他們家老人家之前一直是給我做 做服務 所以說他 第一個來講他們的身份地位來講是 代表他肯定我的努力 我的認真 所以說他才願意把他們家 最珍貴的老人家委託給我 後半輩子都靠我 對 所以來講的話 三陽的董事長這個是一個很大的肯定 對 那請問一下您的競爭優勢是什麼 或者是跟同業的差異化 其實我的競爭優勢在於是說 一般的仲介是 可能業務出現第一次之後再也不出現了 因為後面就交給所謂的翻譯 然後去處理事情 那對於這個家的狀況 沒有人比業務完整的了解 因為業務是第一時間進入這個家庭的人 那他們家真正的狀況其實是業務最了解 所以我最大的競爭優勢就是 我是親自帶翻譯進到這個家 那由我來主導這個家的外勞的情形 對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會用我的專業來引導這個家 他到底該怎麼樣辦適合他的瑪莉亞 而不是像一般的仲介是只是請瑪莉亞到你家 那社後不理再也不出現了 那出問題之後來就是賠款條款什麼的 玩文字遊戲我不喜歡這樣 我喜歡的是我的客戶就是我的朋友 那我的朋友就是我的客戶 所以基本上來講 我的業務引進都是來自於客戶的介紹 所以等於是你們比較著重在後續的服務 對 後續服務 因為一個外勞進來是三年 而不是只是引進 那大家都會想 大家目前都在看的都是引進 沒有人在看三年 他覺得那是進來之後事情 可是殊不知每天的生活小細節 每天的食衣住行 那才是真正你們要磨合的地方 但是沒有人去 大家都忽略 等到進來之後發現有什麼問題一堆 語言不通什麼什麼什麼種種之後 欸 要找到人申訴無門 對 所以包含在生活上中間的一些磨合 或者是小細節 或者是溝通 都可以由您來做服務 對 這才是最重要的 對 好的 那請問一下我 應該像我的顧客如何介紹您呢 其實要跟顧客介紹我 其實非常簡單 你只要跟顧客講的就是說 欸 像我剛剛提到的外勞引進 就是當你的顧客是有需要的時候 現在社會上普遍很需要馬力的原因 就是因為生小孩要用到 嗯 十一住行現在很多人都要用到 像有些人是他 有時間賺錢但沒時間打掃家裡 嗯 有些人他是家裡有長輩 那很多人的觀念就是覺得 長輩現在健康 可能七八十歲 他都沒有病 那他們覺得不需要請 其實這個時候才需要請 因為當長輩一旦發生了危險的時候 後面的是更難過 對嗎 而且那個的金錢是Double在燒 那你與其一開始預防 而不要到後面發生事情的時候 是Double的金錢在燃燒這樣 嗯嗯 所以這是很好介紹的 對那您希望我帶什麼樣的產業別的來賓 來參加B&I的聚會 可以給您帶來商務的機會或者是合作 其實外勞是一個很彈性 應該這樣講 180 160行通通都需要 為什麼因為工廠需要 每個人你可能感覺好像 我的產業餅裡面不需要用到外勞 可是問題是你有朋友爸媽 有家中有長輩的 所以有小朋友的 基本上通通都需要 每個人都是你的眼間對象 每個人都是我的眼間對象 所以你的眼睛單沒有任何的局限 我的眼睛單不用局限 就是來了 就告訴他說有這個瑪莉亞在就可以 對瑪莉亞曝光度很重要 非常重要 那如果以上的問題 我都沒有辦法給您協助 那我還可以如何去協助你 如果以上的問題都沒有可以協助的話 其實你只要協助很簡單 當然就是在你的朋友中 當人是這樣子 當他有問題的時候 有些人他是選擇悶悶自己 自己處理 有些人他會問 當有人提及 只要有關鍵字 比如說老人生病 生小孩 或者是說太忙沒有時間到達家裡 這些關鍵字你只要focus在腦中 一旦有人出現的時候你就砰出來 瑪莉亞在這裡 所以生小孩也可以請外勞嗎 生小孩當然我們會設想辦法 這就是我的專業 想辦法來幫你完成瑪莉亞到家裡 所以趕快生一個吧 好的我要生了 謝謝 但是我自己問我自己自肥的話 你的問題就是在當你無法解決的時候 我來幫你解決 我的問題就在於 如果我生了小孩沒有辦法再想 我就沒有辦法來參加BMI 瑪莉亞在這裡 好的謝謝瑪莉亞 謝謝